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誓言将以完全的决心在叙利亚迎战伊朗 以应对伊朗决定留在叙利亚的决心 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宣布 以色列将对伊斯兰国施加军事和外交压力 在周一时 伊朗和叙利亚宣布一项新的军事合作协定 在宣布协定后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便在星期二宣布 以色列将迫使伊朗撤退 该协定通过后 伊朗将主导来建造叙利亚的军队 据这位官员说 以色列国防军将以完全的决心采取行动 来反对伊朗转让军事力量和武器系统给叙利亚 他指出 以色列将继续通过外交方式来对伊朗施加政治压力 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说道 国家优先事项将定为把伊朗从叙利亚中赶离 在另一方面 伊朗仍然是叙利亚的主要盟友 在七年半的血腥内战中 叙利亚一直设法保持对权力的控制 拥有伊朗的支持 叙利亚的独裁者阿萨德是功不可没的 而作为回报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与以色列的边界附近建立军队 然而 以色列试图说服美国和俄罗斯来迫使伊朗离开叙利亚 但如果新的国防和科技协定有发展 伊朗将不会自愿离开 为此 伊朗国防部长评论说 与叙利亚达成的协定将继续为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铺路 说到伊朗 路透社报道 伊朗声称不希望外国船只进入波斯湾海峡 伊朗海军高级将领在星期一表示 该国已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而这个海峡是位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一条主要航线 在那里 每天有近三分之一的世界海运石油会通过伊朗 此处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冲突爆发点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 伊朗已完全控制了波斯湾海峡 然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晚上为此作出回应并说 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这个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 而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伙伴合作 来确保国际水道的航行和商业自由 这个海峡最窄的地方有21英里宽 每个方向都有两英里宽的航道 是世界上许多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到印度洋的唯一海上通道 一名退役的中尉指出 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领域 霍尔木兹海峡暂时的封锁 有可能导致能源成本大幅增加 接下来继续报道最近几周所发生的事 伊朗总统鲁哈尼重申 他说如果制裁威胁到伊朗的原油出口 中东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将会受到威胁 但如果伊朗继续采取任何措施来关闭重要的航运通道 美国可能迅速会对此做出反应 就如同中东的紧张局势 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也发生了一场口角战 半岛新闻报道说 美国否认计划要来袭击叙利亚 但是他们也警告说 如果他们发现叙利亚持有化学武器 他们将会迅速地做出适当的回应 而且据报道 俄罗斯已经向叙利亚增援 派出了201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军部队 许多人说 他们已经为攻击做好了准备 文章里写道 目前俄罗斯已经在地中海部署了十几艘军舰 在周二 俄罗斯一家报纸声称 这是莫斯科自2015年 进入叙利亚冲突以来最大的海军集结 在增援的同时 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据说正在考虑对最后一个被叛军占领的飞行领地 进行大规模袭击 而俄罗斯指责 美国在中东建立自己的军队 准备对叙利亚政府军发动攻击 这支部队包括十艘舰艇 其中大多数装备由远程卡利布巡弋飞弹 也部署了两艘潜艇 并补充说将有更多的舰艇会加入 在星期二 美国对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发出了警告 抵制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道 若伊德利布或叙利亚有使用化学武器属实 美国将迅速地做出适当的回应 俄罗斯再次指责叙利亚叛军准备发动化学袭击的意图 莫斯科称这些化学袭击将被变称是用来作为西方对叙利亚军队的袭击 星期二十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说 一个与盖达挂钩的组织正准备在向伊德利布发动袭击 然而叙利亚政府否认曾使用过化学武器 消息指出 数周前叙利亚已经向伊德利布派遣增援部队 所以现在叙利亚局势非常紧张 希望美国不会发动攻击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美国发动攻击将不会是单枪匹马的去 英法将再次加入战局 所以这绝对会引爆更多的东西 希望它不会发生 我将为您报道最新的消息 说到紧张的局势 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 美国不打算暂停对北韩的演习 我们都知道 北韩认为这些演习是为入侵他的国家做准备 文章里提到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 为了表达对北韩的善意 美国暂停对北韩的几次大型军事演习 但没有计划取消在朝鲜半岛的其他联合演习 他也曾经说 美国和南韩暂停了几个大型的演习 但我们不会暂停其他的演习 国防部长说 2019年在朝鲜半岛的演习尚未做出决定 五角大楼将根据川普政府的指示来采取行动 根据日本官员的说法 北韩储备的致命导弹和核武器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 根据东京政府周二发布的白皮书 日本政府对这个流氓国家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 该国国防部发布的一份声明称 北韩似乎拥有并部署了数百枚诺东导弹 并补充说 这些导弹的射程能够覆盖日本的几乎每一个地方 他最后说 我们对北韩核武器和导弹威胁的基本认识没有改变 该文件还建议 日本可透过使用两个美国开发的导弹防御系统来加强防空系统 总而言之 所有这些标题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 是预言着什么呢 实际上很多的事情已经在圣经中数千年前早已预言过了 事实上 我们正在观看马太福音24章6节到7节 马可福音13章8节 路加福音21章9到10节 当中所提到的战争和战争谣言 和以西节书38和39章的哥哥与马各战争 说到俄罗斯 伊朗和土耳其将联合起来 并与许多其他国家结盟来攻击以色列 但为什么俄罗斯会这样做呢 那是因为以色列有着俄罗斯想要的东西 上帝会特意在俄罗斯设下陷阱 并让他们上钩 他们将试图攻击以色列 然而上帝会以超自然的方式来保护以色列 那些试图攻击以色列的军队将被彻底摧毁 以色列将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了解到 是上帝保护了他们 他们同时也会知道他是主 然而我们了解 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事都指向了以色列书17章1节 那就是大马士革的末世 看呐 大马士革已被废弃 不在围城 必变作乱堆 最终大马士革将不复存在 在那里我们看到发生很多的事 所以这些预言真的是在我们眼前一一的应验 当然我会随着这些事件的后续发展 不断地向大家报告 好的 这一集的烽火新闻线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神祝福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